在东密的做法 这个就是像十日金刚处 就是象征密教 不只是东密 在藏密也都是象征着密教 密教就是以这个标志 十日金刚处作为标志 那么这个标志是怎么来的呢 它的中心 你可以观为金刚杀斗 他是五佛的法王子 在这个十日金刚处的中心 十日金刚处代表着不坏 严满 那么也是非常的殊胜 勇猛 殊胜 勇猛 不坏 严满 真如 勇猛的一种标志 就是金刚的标志 那么在东密 我到了一个寺庙里面 看见有一个生人 在帮人治这个心病 那么降伏四谋 所谓的天谋 死谋 病谋 烦恼谋 全用十日金刚处去降伏 包括你身上有病 他就是那个人贵着 那么那位密教的行者 用十日金刚处 念着金刚杀斗的咒语 在祂的背上给祂摸腐 那么这个不是医疗行为 他只是用十日金刚处 给祂做加持的作用 医疗行为那是处法的 那麽怕 奥八十三度阿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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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属于宗教的民俗疗话 这个是不处法的 不处法的 你知道现在碰到医疗行为 哇 完了 马上就有问题了 宗教的民俗疗法 跟医疗行为是不一样 没有给药 没有做什么动作 只是持咒 用十日金刚处 在祂的背上摸 这个就是代表金刚杀斗 不处法的金刚 那这个因为是白色的 所以我刚刚请这个 这个白教的大手印 七情文 谈念诵 我就观想 谈念诵的祖师也 全部进入这个金刚杀斗 这个十日金刚处 这个十日金刚处 就是有它的力量存在 有它的力量存在 有金刚杀斗的法力存在 我们晓得 观世音菩萨是慈悲 文知实力菩萨是智慧 金刚杀斗就是代表的法力 这就是力跟悲跟慧 三个是合一的 以这个来作为 这个民俗的疗法 就是这样子念 短奏 请金刚杀斗 入十金刚处的中心 加持病犯 让病业消除 这个有一个作用 第二个 这个十金刚处 你共在坛城 就等于是密教的瑜伽 行者最高 五佛的象征 在五佛法王子 金刚杀斗跟五佛 都住在这十日金刚处里面 共在坛城有这个作用 放在你房屋的视角 就是结界 这个所有的天魔 病魔 烦恼魔 可以弃除天魔 烦恼魔 病魔 跟一切的障碍 通通都可以消除 好象五余harma 像五余魔 二佛